以15马赫的速度飞行射程覆盖全球 中国打造出护国神器再一次走在美国的前面 此前美国国防部警告称 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 同时还在紧锣密鼓的部署更先进的武器 有能力瘫痪美军的导弹防御系统 按照这样的说法 美军的战略战术优势将不再明显 反导系统也无能为力 当然美国国防部的话有夸大的成分 这也符合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一贯腔调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又把美国幻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8月13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即将进行重大升级 未来这款高超音速导弹 将采用类似打水漂的弹道 借助能多次点火的新型固体燃料推进器 最终达到15马赫的速度进入大气层 报道称 这种导弹可以直接从沙漠里发射 将有效摧毁美国在南海的航母编队和军事基地 这则消息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打水漂式的弹道 这种打水漂式弹道使得导弹的射程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 将原本用于突破区域性防御的武器 作战效能扩大到了全球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 就是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从戈壁沙漠发射这款武器 有效摧毁远在南海的美军航母核基地 称得上是一款护国神器 这还不是该武器的极限 据研发团队所说 它们的目标是让高超音速滑翔体跨越大洋飞行 打击地球另一端的目标 中国本身就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成果斐然 比如英机21 8月7日 中国海军公开了052D试射英机21的宣传视频 视频中 除了有052D实施全舰冲击试验的镜头 最引人注目的 当然还是055大型利用其海通一型垂直发射系统 发射某新型战术导弹的镜头 从镜头中展现出的外形来看 该战术导弹尾部为圆柱状的固体火箭发射机柱推断 上部分外形则如同一柄利舰 在上部分尾部带有几片控制弹翼 外形与055大型驱逐舰现有的任何战术导弹都有不同 慕容质疑 这是055配置的建设高超音速飞行器英机21 英机21反舰弹道导弹外形设计并不突出 最大的亮点在于飞行速度 以及飞行过程还能进行高机动变轨 英机21飞行全程超过6马赫 飞行末端最大突防速度可达10马赫 最后突防阶段速度更加快 砸向目标时可以达到每秒3400米 这种高速现役防空反导系统完全无力拦截 而且它飞行高度不低 可以在60到100公里高度大气层边远临近空间进行近似滑翔飞行 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 网上有一种说法 055型万吨大区可以单调每航母战斗群 比如距离1000公里同时发现对方 此时055型万吨大区具备不小优势 只要立刻发射英机21 依次来个10到20枚达到准饱和攻击 全速前进只需要5分钟 就能攻击航母战斗群 成功命中一枚 就能让航母失去战斗力 这个时间段内 每航母舰载机在预警机协同下 虽然也能发动攻击 但普通导弹和高超弹速度 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再加上空射导弹射程不够 舰载机还要向前飞几百公里才能发射 有这个时间窗口 英机21早已经命中航母 其实这还不是英机21最强组合 如果由轰6K携带出击 空射射程可以增加到1500公里 再加上轰6K至少3000公里作战半径 可以打击到第二岛链 同样吓人 除此之外 解放军还有东风17 作为一款中程弹道导弹 东风17搭载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能够以超5马赫的速度 执行复杂轨迹的滑翔攻击 极大增强了其穿透现有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 当年东风17成功试射和服役之时 就标志着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并象征解放军以做好准备掌握了决胜未来战场的钥匙 当初美国在描述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时 直言其将实现全球打击 在几分钟内打击世界任何地方 经过多年的研究后 美国的梦想迟迟没有实现 但中国的进度越来越快 现在我们不仅有了高超音速导弹 还能对其进行改造升级 显然中美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竞争已经有了代差 或许等到美军研究出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 就已经落后了 80多年前 钱学森提出了对导弹弹道的构想 即助推滑翔弹道 在这个设想中 将由弹道导弹充当助推器提升速度 到了预定位置上释放弹头进行高超音速滑翔 这样一来 这种导弹不仅拥有强悍的突防性能 还极其灵活 让对方的防空系统难以拦截 当初 东风时期的出现就已经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也成为了解放军压箱底的大杀器 如今 新的升级计划正在继续推进 一旦成功 势必会对全球军事格局产生不小的影响 对美国等国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任何国家想挑衅中国之前 都要仔细掂量掂量 当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有新突破的时候 最担心的莫过于美国 近年来 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 两年就花费了超80亿美元 但取得的进展一般 美国陆海空军宣称最快在十年内部署高超音速导弹 但现在依然是举步维艰 十年之后恐怕我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会有明显的提升 甚至是升级换代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中国高超音速导弹升级消息曝光的几天前 美媒刚表示 尽管美军激光系统取得了进展 但依然无法应对高超音速导弹 眼看研制高超音速导弹没有突破 美国将重点放在了防御上 一方面研制激光武器 另一方面则是打造天机系统 按照美军的设想 将来依靠天机系统发现高超音速导弹的踪迹 在由激光武器进行拦截 但由于美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 得到的数据也少得可怜 研究如何防御更是难上加难 美国目前为数不多 能拿得出手的高超音速武器 唯有暗英导弹 但从技术上来看 暗英采用的是类似于东风15B 和俄罗斯匕首导弹类似的双锥体结构 这意味着 暗英属于该类型武器中较为落后的款式 但是这样 美军依然下定决心要大量采购这款装备 预计在未来将装备300枚以上 但考虑到美军十分捉襟见肘的军工生产能力 这些导弹预计在2025年仅能交付10枚 要到2030年才能全部交付 相比之下 我们的武器库就显得格外丰富 不仅有东风17 英机21等宝经考验的导弹 还有大量的东风21和东风26弹道导弹 以及更先进也更神秘的东风27导弹 我们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领先 至少可以带来三个好处 其一 高超音速武器因其难以防御的特性 能够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其战略 在针对中国进行部署时 需要掂量一下 自己能不能扛得住从天而降的反制 其二 武器装备的研发是彼此成就的 比如高超音速武器会对现有防空体系 构成巨大挑战 也会同步促进雷达、卫星、反导技术的突破 其三 高超音速武器是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武器 因为它大大缩短了从命令下达至打击完成的时间 这要求更快的决策过程 将直接影响战争的节奏和规划 综上所述 高超音速武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军事技术革命 还会深刻影响各国之间对于国家安全的重新评估 促使全球进入一个新的军事技术竞争时代 而在这个领域 我们不但具备大量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有望步步料敌于先 让技术走在美国前头 变成常态 更好的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